7月21号收盘了 这艰难的一天终于过去了 看今天是割韭菜的日子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五割韭菜 今天没涨没跌 你来看 这不是横盘吗 冲高回落 你是做空盘 还是说的啊 韭菜都没割掉 散户也没割到 是做空盘也没割到 但是有另一方面 大家看可不一样了 跟着我看这里 跌停板的今天居然有16家 每天没有这么多 都是那么个两三家 哪不是了 但是今天跌停板出来了 而且大家来看 成交量继续萎缩呀 7100亿 如果照这么看 那下周到了6000亿 算不算地量见地价呢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另一方面出现了翘翘板 什么东西 大蓝筹 大家伙 西金王 今天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吸金 谁 首先来看 古王 天下第一股吗 毛龙头 人家 今天出现了大涨 而且这个大涨 吸了很多资金 那你说 这一个家伙吸了很多资金 是不是他把上证指数就给抬起来了 换句话说 今天如果没有古王在这块历称大盘 不是古王力往狂澜 大盘很有可能 又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跳水 我们来看昨天 昨天不就出现了跳水吗 今天如果没有古王给这块力往狂澜 可能大盘今天不定得跌到啥样 没准一下子就跌到3144点 假如真的要是跌到3144 那可能就是好了呢 对不对呀 就像这个位置 没有跌破前面的这个低点 3144 我们给这呢 还比较犹豫 因为这个位置 今天创出来的新低 也就是比昨天低 3157点 出现3157 那么本周你来看 第一点是不断在创出 一天比一天低 是不是这样 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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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能创出新低 而且这里面没有一个止跌的迹象 但有一个数字 大家要来看 就是这 3157点 后面有个小数点 点33 大家记得吗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个双胞胎数字 往往在这种双胞胎数字出现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止跌信号吗 有这种可能性 来 我们看这里啊 首先看这个创业版 那创业版看到哪 看这 这不有个高点吗 大家瞧 这里面高点 320077.33 那位说真的吗 看这个位置 我们把日子就放到这 光标就在这里 6月21号 创业版的高点 2277.33 三个双胞胎数 在一起 这种东西都叫做什么 这都叫做 就是关键数字点 那么今天这个位置 大盘上证指数啊 出现了 低点双胞胎数字 那是不是 3157.33 这个位置就构成了一个近期的低点呢 我们并不知道啊 但是这个位置 先按这么看 假如明天继续摆这个低点打破 那么没疑问 它可能就最 最少 也要跌到 3144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真不确定 为什么不确定 大盘 你想 现在很久了 都没有 拉这个毛龙头 你看 今天的毛龙头 全天 它大涨了 2.74啊 它的是我们股价 市值第一多 股价也第一高 你说今天都拉它 为什么呢 难道别的就没有地方拉吗 别的也拉了 你像房地产 今天不也拉了不少吗 来 大家看 房地产 这不是出现了 12345连羊 这是一个很强势的 五连羊啊 而且房地产 我们都晓得 房地产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利好 并且 房地产本身 基本面还很垃圾 对不对 包括前几天的时候 还放了个利孔 你比方说 那个恒大 那它那不亏了什么 一年 净亏损 八千多亿 人们说 怎么亏的钱呢 八千多亿 就是待着 关门 给那块不平的 躺平 那八千多亿 花的花多少年呢 那一年亏这么多 它搁什么亏的呢 这个事 我们都不去探讨 主要的呢 还是说 是不是它的融资成本高啊 还是由于什么东西 它亏损了 它是投资了 它还是说 在往里头砸钱了 实际都没有 那么为什么 一个就是盖房子的 你至多给它停着拉倒呗 那怎么还能 亏那么多钱呢 这不就是 爆了一个大利空吗 所以说 有的时候呢 是每年 或者是以往一些年 它没有摊销的东西 可能去年都摊进来了 一下子摊了八千多亿 那今年呢 如果二零二三年 再摊个八千多亿 明年再摊个八千多亿 那不就吃平了吗 换句话说 就是股民在这里吃亏 哎 这个位置一直是这样 哪次都是 大家后来了 圈文钱 然后最后股民受罪 好 我们不发牢骚 说一嘴啊 房利产在这个位置 咱们个人给这个位置 一直在看周边 一 房价 房价涨了吗 没涨 第二 成交量 房子卖出去了吗 没有卖出那么多 更主要的是 有没有人新建房子呀 也没有新建那么多 那房地产涨什么呢 那房地产凭什么涨呢 所以说这个位置 有可能拉它的时候呢 就是为了带动指数 因为现在实在没啥拉的了 就连券商都拉了这么多天 我们看券商 这个位置 券商是这个样子 看券商给底下弹出来 这像不像一个头肩底呀 有点像 但是这个位置 放大一点看 券商 你来瞧 放大了 这不都是来到了20线上方横住 然后在这横盘震荡吗 在这种横盘震荡情况下 券商 咱们不知道券商 它今年到底是什么样 不知道 不要紧 我们看一个数据呀 记不记得我们的印花税 今年上半年印花税是1100亿 同比降了30%多 那位说那是啥意思 就是券商踩这个位置 没挣着钱 没挣着钱 它涨什么涨 现在就是这样 市场上有一些个真正好的 你比方说 人家业绩好的 这个股并不涨 你像银行 赚了个盆满钵满 880471 银行涨了吗 没有涨啊 那么缩小一点看 银行 是不是你赚了这么多钱 你总得有个股价上升啊 那么之前这一段 这也没涨多少啊 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呀 银行都赚了一家 都赚了几千个亿 那怎么就股价就不涨呢 还是那个道理 就说你行你就行 像那个房地产不行也得行 像这种东西 说你不行你就不行 你赚钱也不行 就不让你涨 你就没办法 那我们散户在这个心里头 比较发毛 所以在这呢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 干脆看大盘 别发牢骚 大盘在这个位置 现在呢 已经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 那么这种相对低位 今天呢 大盘在这个位置 又出现了一个底部双胞胎 这是一个底部吗 是一个相对的低位 3157点 如果再往下面运动运动 就到了6月26号这一天的3144了 距离3144 时机就一步之遥 那么下面还有支撑吗 有呀 大家来看 哪里是支撑 这里 1月5号这一天 有一个3130点 因为这里有一个跳空缺口 好了 这块位置 我们到底能不能撑得住 我们不改这个位置来说 周日的中午 我有一个策略会 到时候 咱们再细细的旅 现在呢 我们再把市场上 好好说一下 今天市场上 你像前期长得比较好的 像减速器呀 虚拟电厂 工业母机 高压快充 包括工业软件 等等这些东西 包括无人驾驶 充电装 都跌得够呛 另一方面呢 大家来看 上涨的 像酒啊 种子呀 还有粮食啊 草甘林啊 房地产呢 预制菜 消费类的 给这块涨了个盆满钵满 更主要的是这里 大家看 北上资金 今天逆势净流入 58个亿 为什么 北上资金最关注的 不就是喝酒 吃药 和白色家电吗 房地产都涨了 是不是白色家电 也要跟一跟 那个咱们先不说 最起码今天 酒啊 药啊 这些东西 都出现上涨 我们来看 酿酒 酿酒 这不是来一根 大棒的吗 另外就是药 药在这 今天涨的也不错呀 再有一些消费 肌肉这不什么的 也都涨了吗 那么剩下的呢 就是一些个 边缘化的 你比方说 像这里东西 都不太动的 但是今天呢 是算跟消费 有点关系的呢 给这块还都行 尤其是跟进嘴 吃的东西 酒店餐饮 这不也是吗 那么在这 我们看了这么多 实际就想说一句 重要的话 就是大盘 在这个位置 指数上 实在是没啥看头 因为在这呢 指数现在已经失真了 你看 大盘全中股 股王 我们A股 第一股 最高价的股 毛龙头拉升 把权重指标 最大的东西 把指数给带动了 所以今天指数 虽然收平 但是这个位置啊 不代表 个股跌的少 你来看 个股下跌的 现在是跌的 有16家跌停板 每天没有这么多 我还强调这一句 另外再来看 下跌超过5%的 上午的时候 有多少家 上午的时候 下跌超过5%的 只有90家 下午的时候 放大了 那这个位置 都能代表什么 就是有一些人呢 在默默然的 还在亏钱呢 那今天全天 有2700多家下跌呀 朋友们 这个就是我们 关注的重点 只有2000 不到100家上涨 这不还是一个 亏钱的这个股市吗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实际还是沿着那个逻辑 假如大盘能够 就在这个位置啊 他怎么走 我们先不要看 那么我们得看自己的品种 假如上升趋势不改 哎 你像这个位置的券商 这不上升趋势不改吗 上升趋势不改的时候 沿着5日线 要是强势上涨 不跌破 持股带涨 甚至上升趋势不改 不跌破10日线 也可以别卖飞了 但是一旦要把这些东西 都跌破了 甚至20日线都跌破了 20日是机构的升线 如果把他们都跌破了 我们就不参与调整了 这样既能保证不参与下跌的调整 我们还得把出雷的资金 往那种低位有拐点的地方去找 你像以券商为类 还有说以科创版为类 这不都是来了低位吗 那么低位之后是什么样啊 低位之后看看能不能出现拐点 如果这个低位之后慢慢有了拐点 这我们不就可以干了吗 所以说在这呢 我们不参加下跌调整的同时 把出雷的资金 往那种低位有拐点的地方去找 这样我们才能不被市场边缘化 好朋友们 我是股邦 喜欢股邦的加关注 周日的时候 我还有策略会呢 下周大盘怎么走 我怎么应对 周日中午跟大家一起说明白 另外明天早晨还有早播报 我会把今天晚间的股事 还有今天晚间啊 人家那边公布重要的数据 还有包括人工智能 今天晚间 也就是咱们半夜一点半的时候 他们就要发消息了 大洋彼岸呢 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我们周一开盘 所以呢 大家加了我的关注 明天早播报 这些个消息啊内容啊 包括外盘的走势 我都会跟大家进行分享 好朋友们 明天早播报 还有周日的中午下周策略会 见